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y 我是Sherry 我邀請我的朋友 他和我一起在加拿大做幼教的 我記得去年我拍了一條有關幼教的影片 之後收到一些朋友和觀眾的留言 或者inbox問我關於interview的問題 或者相關的資訊 我今天找了一些比較有興趣的題材和話題 和大家一起分享 有關於轉牌 又或者有夠的人工等等 我們事不宜遲去片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 Cherry先說 我在香港本身也是做幼兒教育的 我這行業大約六七年 然後就來加拿大 現在剛剛完成了一年 在這裡做ECE的 沒錯 我和他其實是同期過來的 其實我們是同一班機過來的 我們兩個應該都是在教大畢業的 沒錯 我們也是讀了Bachelor五年的Bachelor 是嗎? 沒錯 我們讀了五年的Bachelor 之前我在香港也是做幼兒園老師 但我來到這裡不是做幼兒園老師 有一點點不同 我這裡是做Day Care的ECE老師 Day Care有什麼不同呢? 和香港的幼兒園 這裡的系統是有分成兩類的 就是Day Care和Kindergarten Day Care的老師主要是對著 一些0至4歲的小朋友 他們4歲畢業之後 就會去Kindergarten讀 Kindergarten的老師需要持有Kindergarten老師的牌 所以ECE老師的牌和Kindergarten老師的牌 是分別的 我們是不可以直接在這裡做Kindergarten老師的 只可以把我們的牌轉到Day Care老師的 我記得我去年拍攝的影片的時候 我還未正式可以申請ECE的牌 過了兩三個月後我就已經成功轉到了 我現在就跟大家簡單說一下怎樣轉牌 在安省方面 我們需要做一個轉牌 才可以將香港的牌 轉到安省去使用 安省也有一個規定的轉牌 的系統 詳細方面 需要上去安省的 友誼教育系統 它的名字叫做 College at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的網站 你可以登入那個網站 然後設立一個帳戶 去到帳戶的部分 你需要將你WES 認證的學歷文件 上載上去 同時有一件事需要留意的 就是你需要將你認證的 英文證書和成績 可以上去網站 詳細的分數 可以上去網站 有符合這些條件之後 就可以慢慢跟進入申請的程序 開始說大家最關心 還有最好奇的就是人工方面 我們先問一問Terry 你覺得跟香港比較的話 你覺得哪個人工會比較高一點 如果說稅前的話 因為這裏的人工一出的時候 都會扣稅的 如果說未扣稅的話 其實我覺得跟香港相差很遠 但如果說扣稅後 香港人工會比較高一點 始終香港那裏的人工 是不需要再扣稅的 我非常認同 我們先說一說 在加拿大 因為我原本 去年我就是在Waterloo那邊上班 因為那邊的物價是比較低一點 所以相對於人工 沒有Towanto那邊那麼好 我做過調查之後 我覺得Waterloo方面 如果你是拿到REC的牌 大概人工會是20至23左右 如果你有牌的話 就可以拿到這個人工 如果在多倫多地區來說 其實都很視乎學校的安排 以及你的牌照 那個範圍大概 21至25元都會有 好看你的學校是私立 公立還是怎樣 所以我們都覺得稅前的話 跟香港就差不多 其實都不是相差太大 但始終這裏是加拿大 這裏是萬稅之國 所以每一件事都要付稅 包括人工方面都要扣稅 剛剛我們就說到扣稅 我想問Cherry你覺得 扣稅後 你的人工夠不夠用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很視乎你個人的習慣 以及你平日的消費模式 是怎樣的 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扣稅後 那份人工 在這裏其實都足夠生活的 當然 你說要每一天都出街吃飯的話 當然就是 可能沒那麼容易去 存到錢 但是你說 會不會說 來到這裏 這份人工 扣稅後 很難去生活呢 我覺得不會的 就像我們這樣 如果我們省多錢的話 我們就會選擇 在家裡住多一點 就像我們平日一樣 我們中午的話 其實一定會大飯 我們就不會出去吃 而且我們 通常做幼教 中午通常都是 半小時至一小時 吃飯時間 因為我記得 好像你剛才說 是一小時吃飯時間 是啊 我就是半小時吃飯時間 而那半小時 是沒有錢的 你覺得你做事那方面 你覺得會不會跟香港有些不同 會不會有些困難在裡面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上年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應該是 英文 口音問題 因為 始終加拿大是一個移民的國家 真的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 所以他們說的英文口音 是真的很難適應 而且你是很難聽得明白的 這是我一開始 真是很明顯的一個困難 到後來 可能長時間 聽得久了 有時候真的不明白的時候 真的直接說 我真的不太聽得明白 其實他們都很友善的 他們都會用他們的方法 告訴我 他們想表達什麼 暫時來說 就克服了這個困難 英文口音問題 和英文的語言 都是其中一個問題 對 因為我們在香港學的英文 通常都是英式英文 但這裡本地人用的英文 是比較美式的 所以譬如我們說 去洗手間 這裡本地人會說 去洗手間 我們會說去洗手間 我們會說去洗手間 又或者我們會在香港 說用洗手間 但這裡會用洗手間 沒錯 一開始就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英文應該是我們 最基本的一個困難之處 那你覺得 除了英文之外 那有沒有可能 你的 和香港比較 你的工作模式 或者 你遇到的 有沒有工作壓力之類 壓力 我覺得在這裡 沒有感覺到很大壓力 但是你說 模式上 可能和香港有不同 因為香港的幼稚園老師 我們會有分 可能有老師做的部分 也會有一些 可能有校工姐姐 幫忙的部分 但是這裡 沒有很詳細去分 這兩部分的工作 所以老師是兼任著 所有的範疇 包括幫小朋友做清潔 譬如他們如此之後 幫他們做一些清潔 甚至換鳥片 這方面 可能一開始 都會比較難適應 但是去到後期 都慢慢做下去 順手 也開始OK 我也覺得是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的體驗就是 在香港 就是屬於一種 精神上的勞動 但如果在加拿大這邊 就是一種體力 即是你要不斷 換片 可能每兩個小時 就要換一次片 然後你又要負責 可能是真的要清潔玩具 然後擦桌 但是你在香港 是不需要做這些東西的 你香港就是要做 處理很多的文件 去怎樣應付家長 但我覺得其實 比較 這兩邊都有它的不同的好處 因為香港那一套 就會很想 小朋友去學習多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 可能我們老師 會處理文書的東西比較多 但這邊就是比較著重一些 free play 可能讓他自己去探索自己周邊的環境 所以為什麼 可能這邊 在教學方面 老師就會真的輕鬆很多 剛剛 都說我們兩個 已經轉了牌 就是ECE 那些觀眾就會問 是不是一定要 有考到RECE的牌 才可以做到呢 那如果是 在Ontario省來說的話 那就不是的 其實在這裡 也可以做一個ECE 其實每一個省份 都有它不同的個別要求 那這裡的ECE的老師 沒有規定一定要有 ECE的牌照才可以做得到 但也會有老師在這裡 本身有讀ECE的牌照 再做ECE的 所以如果你對於這一行 也有興趣的話 其實不妨可以留言一下 Indeed 那些求職網站 會不會也請一些ECE 然後我都可以嘗試一下 可能正常一間 日期中 都需要有ECE 以及ECE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朋友 你們都可以試一下 可以做一下ECE 可能門檻會比較低一點 然後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歡這一行 才考慮會不會再去讀相關的課程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跟幼教相關職業的一些資訊 如果大家對於這一行 或者這條影片有任何的疑問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把這條影片分享給你身邊的人看 那我們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 Ya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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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